故事开始之前提示一下 本期节目会谈到一个和性有关的话题 可能不太适合孩子 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 我建议你带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 你好 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艾哲 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每周一三五 咱们不见不散 牧场者他们有一个代号叫D 残疾人他们有一个代号叫A 首先可能就是会从关心你的某个点开始 然后加你的微信或者加你其他的联系方式 然后就跟你聊天 奔线奔线然后可能就是先看你的那个腿 是不是他们最喜欢的 然后能引起他的信誉的 D呢 他有喜欢节肢的 小儿麻痹的 但是小儿麻痹呢 他有分行几种 半身瘫痪型的 要坐轮椅的 住双拐的 住单拐的 还有一种就喜欢甩腿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的 然后呢 他就会续寒问暖啊 或者给他们买一些喜欢的东西啊 然后就会让他们觉得 他对我很好啊 他是喜欢我的 然后就这样子骗取他们的感情 发生关系啊 发生关系了之后 可能半年或者一年 然后就会一个种借口 就把他们给甩了 然后又或者是 他们会同时会跟好几个交往这样子 牧残是一种性嗜好 指的是一个人迷恋残障人 或者是想要变成残障人 所以他们一般分为 牧残者 半残者和自残者 在现在的各种研究中啊 还没有证据证明 牧残是一种心理疾病 所以有些残障人士 也会和牧残者谈恋爱 甚至结婚 但同时呢 也有很多的残障人士反映 他们经常要忍受一些 牧残者的骚扰 今天的讲述者 何鲍蛋 现在生活在广州 从事服装设计的工作 何鲍蛋就是一位残障人士 他有的时候走在街上 就会被牧残者 尾随和搭讪 我是何鲍蛋 今年是30岁 住在广州 从事的行业是 服装设计行业 我父母就生了几个小孩 因为那个时候是比较重男轻女 就希望生一个男孩 所以呢就生了六个女孩 然后我就是最小的那个女孩子 当时可能也是照顾不太过来 就忘记给我打那个疫苗了 大概三岁还是两岁的时候呢 就发了一层高烧 之后去打了一支什么针 之后呢就着腿就没有力气 站不起来了这样子 他们是有想过会治 但是那些医生呢就说没法治 然后到最后是读大学 快毕业的时候吧 因为认识了我的初恋 然后那个时候 他就帮我去找了一些医生 找到北京那边去了 然后那边整个医院 他是专门针对这些小麻痹症去治疗的 就我没有治疗之前是需要拐站去走路的 接受手势之后呢 我现在是可以不用依靠拐站可以去走路了 我第一次的时候是在北京 然后去做手术的时候就去医院 然后就有一个男的 他是一直跟着我 包括进到了医院 然后再到门诊拍片 跟着我大概十分钟 我就知道这么一个人 他是跟着我 但是我没有太多的想法 我再从医院出来到大马路 他一直跟着 那个人就是很高 而且穿得很得体 整个西装革履的那种 起着一个公文包皮鞋这样 就看着很斯文 很得体的一个人 他会一直跟在后面 然后到了马路那里呢 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要联系方式 那他那个时候他的借口就是说 就是我能不能加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是跟你情况差不多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那个时候当时我是有朋友跟我一起去的 然后我朋友呢 他就不要谨慎 他就说你可以直接去问医生 然后他说 你还是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吧 我觉得你人挺好的 他就这样说 那当时我就拒绝了 没有给然后我们就走了 后来呢 是因为我会有很多的病友 好几个他们都跟我说 有这么一个人 他会经常在那个医院的门口 蹲在那里 然后看到好看的啊 或者是他觉得喜欢的 他就会上去跟别人要联系方式 有两个病友 也是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最后那两个病友就跟我说 说这个是牧场 然后我当时我就懵了 什么叫牧场 对 但是他告诉我 这个牧场者应该大概是 差不多两年之后了 我才知道 有这么一个群体在 那后来就是我 就是在广州上班 就灌街啊 或者什么时候 也有过就是好几种这种人 去跟我搭讪 因为我这个行业 我是需要去灌那个面料市场的 那有一次我去灌 那有一次我去灌 灭料市场的时候 有跟我同事一起 然后就有一个人 一直跟着 跟着大概三条街吧 三条街之后 他就过来问我要那个微信 那那时我就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微信 就就是用这种很蠢的方法 就拒绝 然后他就说 不可能没有微信吧 没有微信的话 那电话码也可以 那我说 我手机没有带 那记不住 然后他就记不住嘛 那我就给了他一个假的 之后我们又走了 大概又走了20分钟左右吧 他打了我的电话 那个电话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 他说这个电话是假的 你给我一个真的吧 就单是一个朋友 你不要想太多 然后后来没有办法 我就给他一个真的 给了他之后 他当天晚上 就打了第一个电话 我接了 我就说我在忙 然后就说完之后 他又打了 最起码有三个电话 一直打过来 我就以各种理由去推他 就没有跟他说话 他长得其实还是蛮帅的 就是跟我年龄是差不多的 然后他穿着打扮的话 就是很普通休闲那种 看上去也是很体面的 刚刚静静的一个小伙子 第二天 就是很奇怪 他可以找到我公司的门口 然后我去上班的时候 就在门口看到他了 他说我给你买了早餐 我当时我很怕 我说你怎么找到我公司的 他说如果想找到你的话 我有各种方法可以找到你 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 是我不能要你的早餐 然后我就上去了 第二天他又在门口等 连续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吧 我每天我都是很怕的 但是我又不能报警 因为包括我自己想着说 他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也没有报警 那最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是个牧场 他还跟我说 他说我拍了你很多照片 发在我们的论坛里 他们是有一个论坛 甚至是有什么QQ群 或者微信群 他们会专门去拍一些 偷拍你走路的视频 以及就是你走路的照片 但凡能看得到那个脚的地方 他都会拍了 他就说我已经放上去了 所以你现在想怎么样呢 然后我就是喜欢看你走路 也很喜欢看你的脚 他就是 就是 我那个时候 说这个的时候 我就 我就有一种 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我当时的那个心情 然后又很恐慌 又很 就是很生气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 就是 我说你这个是犯法的 我就这么跟他说 他说犯法的 你有证据吗 可是你现在 找不到你的照片啊 就是会 就危险的那种语气去跟我讲 然后当天我整个人我都 我都在发抖 好像随时都会被这种人可能暗地里拍你照片 或者是发视频啊 或者怎么样 我就直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上司了 然后他就说 那行那你就 请半个月的假吧 然后我就回家了 回家了之后 其实他还有一直打电话 发信息给我 就是有说 他说 我手上有你这些视频 以及你的图片 你不介意吗 然后你如果把我当朋友 或者是 如果你可以当我女朋友 当然最好 我可以把那些视频 以及照片都删除 就是很可怕 那个时候就 然后我那个信息 什么的电话 什么的 我都不敢接 其实陆陆续续中途有遇到过 最起码有三四个这种人吧 但那个时候我就比较谨慎了 发生这件事之前 我会穿一些短裤短裙 所以那个脚会比较明显 但最后 我现在都是基本穿着长裤长裙这样子 其实我身边的好多个病友 他们遇到的事情 会比我的更加的夸张 甚至令人觉得很愤怒 他们是欺骗他们的感情 我有怀疑过 我最后分手的那个 我是有怀疑过 但是我没有去问他 因为我们分手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问他 为什么我会怀疑他呢 是因为 但是是在国外 然后我们就通过网络深认识 然后他从国外回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去吃了个饭 吃饭的当天 他就是很留意我的脚 因为我没有跟这种人交往过 所以我也不太懂 然后当时我还觉得说 他可能第一次见我 然后我走路可能不太方便 他可能会觉得好好奇 一直看我的腿 就他还会试图想要 他只要用他的手去摸我的腿 但那时候我就是反应比较快 然后我就挪开了 在第二 第三 第四次 然后我们会去吃饭 灌街这样子 那就每次吃饭灌街 他也是很留意我的走路的姿势的 然后他会故意走在后面 看我一下 后来在干确定关系的时候 他就很无意见 他就跟我说 你可以穿丝袜吗 你可以穿高温鞋吗 我就说不行 我穿不了高温鞋 但丝袜我可以偶尔穿 然后你喜欢吗 我还这样问他 他说对啊 我觉得你穿会很性感 会比现在更加性感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了说 可能是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子吧 对 然后他就会买各种不一样的丝袜 买各种不一样的高跟鞋给我穿 因为我是高跟鞋 我一走的话我就会摔 而是很细的那种跟 然后他说你就走两步 然后第一次我就走了两步 然后还差一点点摔了 然后他就 他当时看到我差一点摔的时候 他整个脸都红了 他真的整个脸都红 他有点激动 他说啊真的好性感 他就说是这样的一句话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快要摔啊 你还要说好性感 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好像他还挺喜欢我的脚的 他也不介意我的脚啊 好像他会觉得我的脚是一个 瘦过很多伤的脚 然后他是不是为了保护呢 然后想要给我更多的爱呢 我现在想想就觉得 当时为什么那么傻呢 会想到这些呢 最后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他 他只是 他其实不太那么喜欢我 然后他就说他要 他要回去北京了 然后 我说那你回去北京 我其实我也可以跟你去北京啊 他说不 你这边的工作那么好 然后我先回去 然后我这边如果确定下来 工作其他方面 然后你再过来 那就是回去之后 然后我们就异地了 也可能就他真的不是那么喜欢我吧 然后只是 只是喜欢我的腿吧 然后就 就这样就分手了 对 然后后来就是想到这些点 我会觉得 他会不会就是一个 牧场者呢 就从那之后 我就很谨慎 就包括我出去玩呢 在路上遇到的一些人 跟我要电话号码 我都挺谨慎的 因为我会很怕 遇到这种牧场者 我曾经我有就是 试图的是 想要注册 他们的那个论坛进去 但是最后没有注册成功 因为那个东西太复杂了 所以呢 我只能去通过我的一些病友 因为我的三个病友 他们交往的那个男朋友 基本上三个都是牧场者 所以他们是很了解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会经常会跟我说 你要注意些什么 我记得我还问过他们 我说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一直交往 他说 我只能这样子 他会抱有一种悲观的态度吧 他会觉得没有 就除了牧场者会喜欢他们 其他人都不会喜欢他们 而且他们会觉得 有一种赌博的心态 就是说 在跟他们交往的当中 可能交往着交往着 他们就真的会喜欢我的呢 然后我有问他们说 那他跟 就是牧场者 跟你们交往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什么 让你们接受不了的事情吗 他们就说 接受不了的事情 就是 就是会有第二者 第三者 同时一起交往的 就算他们知道了 他们也不能怎么样 所以他们也就一直保持着男女关系这样子 因为我并有很多男的女的都有 那男的话 最严重的话 他是做轮椅的 然后他就遇到过一个 因为他也是广东的 然后他就遇到一个上海的牧场者 女的 但是这个女的呢 据他跟我说的 他就说 这个女的 他其实还是比较诚实 然后一认识他的时候 都直接跟他说 他是个牧场 不会说跟他玩真的感情 只是为了说 达到他自己一种欲望 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就跟我交往 但是只是仅此于 就是性 跟他发生关系这样子 那这个女的 大概一个月会来一次广东 跟他见面就这样子 那然后我有问他 我说为什么他不去找他当地的呢 为什么要找你呢 他就说 那个女的有说 他有找过他当地的 而且有认识很多个 他都跟他交往过了 觉得新鲜感过了 所以呢 他现在认识了他 但是又觉得他样子 长得挺好看的 要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所以呢 就宁愿一个月 飞一次广东 也不宁愿找当地的 他就是交往过的 其实像这个群体 我自己想了想 我就觉得 其实这个群体存在 没有错 我觉得他们是 就像萝卜白菜 各有所好嘛 就是你不能说 别人是有病 就是你可以有 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你不能用 你喜欢的这个东西 去欺骗别人的感情 就如果你是 你是喜欢 残疾者 你可以用心 真的去喜欢 而不是为了是 达到某种性的目的 去跟他们交往 如果我能遇到 一个牧产者 他可能一开始认识我 他会觉得 走路挺好看的 但是他不要给我 造成伤害的话 的情况下 我是愿意跟他 当朋友的一开始 经过当朋友 接触之后 我真的是喜欢这个人 而不仅仅是他的腿 这个我是可以去接受的 但是我其实内心 还是有一点点抵触 还是有一点点反感 就是还是有一种 矛盾的心理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四处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播哀哲 本期节目由刘斗制作 声音设计 彭寒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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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